布林肯代表的是華盛頓 比爾街斯代表的是華爾街 而且比爾街斯長久以來 被視為對中國相對相當友好的一個企業界人士 他每一次談到中美的問題的時候 都能夠客觀中立 而且從大局來看中美問題 也經常發出聲音勸美國的政客 不要太過魯馬 布林肯代表的華盛頓 有一種很特殊的氣氛 布林肯跟拜登很清楚 為了要競選連任 讓中美關係能夠獲得適當的管控 使得矛盾跟衝突不要擴大 又能夠維持美國所需要的競爭 跟打壓中國崛起的一個強硬的態勢 在軟硬之間要拿捏出一個平衡點 這個就是布林肯要訪問北京最重要的 中國方面來講 就是所謂的以不變硬萬變 用一種冷淡冷卻的姿態 來降低中美之間所可能產生的一些暴衝